姜濤的綜合新聞報導 今天要講一個選舉 這個選舉就是全亞洲的選舉 其實之前那個人仔都講過不少的選舉 跟大家姜濤一直保持有報導 大家最終都是打算支持姜濤 今次這個選舉就新鮮滾熱納了 就是這個全亞洲最令人心動的藝人的選舉 這次很厲害 這次很多姜濤就在昨晚那個姜濤群組 因為剛剛新出人 即是瘋狂去宣傳 到現在為止姜濤就終於在這個 全亞洲最心動藝人這個選舉 就暫時排名第一 因為這個選舉去到十月尾 去到十月尾才截止 但是當中所牽涉到一些問題就來了 這樣一陣子就跟大家慢慢去講這件事 有趣的這件事都是相當之有趣 開始這段片之前 請大家讚好這段片 以及留言 一個心心一個笑容都可以了 記住如果可以的話 就幫Code登仔儲回一些正面的數據 譬如說我們在直播的時候 有一些叫做超級貼圖和超級留言 大家一元幾毫這樣支持一下都可以了 在這段片結束之後 就會有超級感謝可以給大家課金 都是這樣說 就是一元幾毫多多益善少少無區 希望支持到這條頻道一些正面的數據 譬如高登仔和YouTube那裏交涉 因為早前就受到很多的Haters的攻擊 所以詳細不特別講了 希望大家可以鼎力支持高登仔這條頻道 支持姜濤這樣 好了 這個選舉就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 也是啊 peopleroads.com 這樣就舉辦了 如果大家有一個 姬希的記憶所及 其實 早前這個網站也有另一個選舉 也是十月尾截止 就是全亞洲最帥仔的藝人選舉 姜濤當然也是排行No.1 那有見及子 我不知道是不是這個網站 就覺得 哇 都似乎幾多人投票給姜濤啊 不如我們就又試一下 整個叫做全亞洲最心動藝人選舉 這樣就去給大家投票了 那大家都知道我的結果 當這些投票一推出來的時候 當然姜濤就是No.1 那為什麼呢 那現時那個 現時的結果就是這樣的 那就是姜濤呢 現在在2023年全亞洲 最令人心動的選舉 就排No.1 那現在總共呢 是有51,685票的 就是在我做這段片的時候 那佔那個投票率就六成有多 那不是啊 sorry 他是12月31號截止的 全亞洲最帥仔藝人那個呢 就是30號 10月31號 那這個全亞洲最心動的選舉呢 就是12月31號 那同樣 第二位了 第二位呢 就是誰呢 第二位呢 就是屬於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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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國的防彈少年團 人之一 田政國 那他呢 以這個幾多% 就是13.8% 就緊貼姜濤的後面 就排行第二位 總共有1萬1千幾票 那這樣 哎呀 就是高登仔 就是講這些這樣的選舉 除了宣傳之外 怎麼會這麼簡單呢 我當然是和你們做足功課 去告訴大家這件事情 就是這個 這個香港和這個 這個 南韓 究竟怎樣去看這次的選舉 因為這次選舉 就是剛剛新的 就是剛剛 好像應該昨晚才出現 那這樣 那就是 引起一大班的姜濤 就奮力支持 那這樣 那 在各大的姜濤的群組裡面呢 都有share到這個 這樣的選舉的 的 的 比賽出來 那有很多姜濤呢 都就是說 哎不行了 真的要快點去 投票啊 那這樣 那大家記住 除了這個 全亞洲最心動選舉之後呢 還有全亞洲最英俊的歌手的選舉 那大家繼續投票 就十月尾就完結了 那 但是 我也和大家說 之前這個 這個PeopleRose這個網站 就基本上 去年也有2022年版的 全亞洲最英俊人士選舉 但是後來又不了了了知 贏了又好像沒有這個 沒有這個 這個 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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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 一時 就是老母 是啊 那個頒獎典禮 沒有啊 那麼去年 姜濤應該是贏吧 我最後尾 都最後尾得出來的資訊 那樣 今年就不同了 不單止全亞洲最英俊選舉 還有全亞洲最心動藝人 包括了 姜濤現在都是No.1 這樣 成績就是 有目共睹啦 多少人支持 是不是 不特別講 但是 眾多的姜濤群組 近來就說很多 就是這些事情 甚至有姜濤就覺得 唉 這些投票 不投啊 這些有部分 部分姜濤 就是這樣說 那為什麼呢 那我就 看回前文後理 他們真的是姜濤 但是為什麼他們 會覺得 唉 不投過頭呢 就因為 就好像高森仔所說的 去年 這些是記憶力了 有一些姜濤 去年2022年 2022年 都有這些全球 好像全球還是全亞洲的 帥仔選舉 但是後來又不料料之 今年又有這些選舉 但是呢 跟著那些姜濤就覺得 唉 真是麻麻地 就是覺得好像都是 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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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不選 那選來做什麼 這些 就是選來又好像覺得 好像覺得 唉 就是又沒有頒獎典禮 又沒有成 又覺得 不是太過癮 那樣 所以有些姜濤 索勝就不選舉 那樣 但是你說不選 不選 現在都是No.1 都是姜濤 那證明有很多姜濤 都依然可以選 那 那及後他們 都有些討論的 那有些姜濤就說 勸道 勸道 他就說 其實呢 就是 就好像高登仔說的 其實這些大大小小的選舉 如果不牽涉一些 太過個人資料提供 或者太過敏感的資料提供的話 那其實一選無妨 那我都研究過 PeopleRose.com這個網站 那其實門檻就很低 當然 基本上 就不是 即是不是說 一天一票 這樣的制度 去玩法 它基本上 你可以無限投票 每個小時 就投票一次 這樣就可以了 總之你一投票之後 跟著下來一個小時 再次投一個選舉 是不可以的 因為它要 雖然它都沒有說 收到你的數據 沒有收到你的名字 等等資訊 但是問題上它就 都希望透過一個 大家群策群力的方式去投票 令到心儀的一些 結果可以出到你 我相信這個就是 PeopleRose的理念 這樣 這樣 很有趣 唉 就是 昨天我也看到很多資訊 那 就是 我也說了 就是 既然門檻那麼低 大家就玩一下 就是多一個獎項 然後 贏了之後就給姜濤看 那我覺得都挺個人的 它又不會浪費大家很多時間 那一進去按 連資料都不用填 你直接進去網站 按一按 接著下個小時又按一按 一進去 一進去可以按24票出來 就是一個人 是吧 那當然就是 用同一個browser 或者一個電話 它會記住你的IP 那當然你用其他電話 又可以在頭 用其他電話 又可以在頭 所以可以 那些姜濤可以 捉一家太小的所有電話 去投 那不同IP 那你 又可以拿完你的 姨媽姑爹 是吧 那就是 那些星期日 就這樣聚會喝茶 那就是 那些 那些 那些家人的電話 出來按 是吧 很簡單 或者你在那些群組那裡 丟那些投票 拿出去 那就是 命令 命令大家去投 那樣 每個小時 投一次 投到淨 位置 不過你 就算現在 就算你講的result 都超過60%的票 都在姜濤身上 都 那個勢頭 就應該沒有問題 那樣 應該贏 那所以呢 都說回 那些 之前姜濤說 不投了 這些都投來無謂 那樣 那樣 我也想反映一點點 第一 第一 我都覺得 都不是第一次講的 我說這些這樣的投票 是開心的東西來的 不知道 即是網站發起 還是 可能我 我隨便都可以進去發起 這些這樣的選舉 那是開心的東西來的 第二 門檻低 又不是收集你的個人資料 你純粹真的要浪費你自己的時間 還有記憶力 一個鐘頭頭一次而已 那我覺得 這個門檻就相當之低 還有OK 又不需要太過複雜 是吧 純粹給大家的參與 參加 那樣我覺得值得的 還有第三 那些鹹頭都漂亮 是吧 全亞洲最令人心痛 全亞洲最英俊仔 那樣的投票 那這些投票 不單是香港人看得到 全世界人都看得到 特別防彈少年團 是吧 的 的 的粉絲 那所以呢 高登仔 我都真是 真是不辭勞苦了 那我又去一下 這個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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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彈少年團 是吧 防彈少年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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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組那裏看一下 雖然我都說韓文 我都不懂得看的 就是 不過 幸好現在我的這樣的 電話 電腦 有所有的翻譯程式 即時看得到翻譯 那都 略至 雖然不是100% 譯得中 但是都是 就是 九成九 然後 原來 在韓國的一些 防彈少年團的群組 都就著這個 這樣的投票 都有說 就說些什麼呢 就是說 他說 現在居然這個 全亞洲心動 這個排頭位 就給了這個 Gang Tu 我不知道韓文怎麼讀 Gang Tu 還是他們就這樣讀 發音 Gang Tu Gang Tu Gang Tu 好像日門 Gang Tu 好像 Gang Tu 這些就是韓文的發音 其實就不是 我不懂的 對不起 如果我的聽眾觀眾 懂得韓文的 多多包含 我只是搞氣氛 Gang Tu 然後就 Gang Tu 然後就說 現在姜濤 真的 我用了一些 回去機 在防彈少年團 一些group 我湧進去看 在韓國一些最大的forum 原來 在韓國裡面 都有這樣的投票的宣傳 防彈少年團的fans 特別是這位 彭帝二位的 防彈少年團的成員 的fans 就 蜂擁而出 蜂擁而出 去投票 投票 投票是投什麼呢 就是投票 這個 他們的偶像 他們的偶像 希望 就可以得到一個 這樣的 得到一個這樣的 機會 可以得到全亞洲 最令人心動的 心動的 就是 叫做 贏 田政國 這樣 的確 如果就這樣 只看樣子 只看樣子 都挺英俊的 還有年輕 但是老實說 在高登仔的內心裡面 都是覺得 姜台比較英俊 雖然他是 防彈少年團裡面 年紀最輕的成員 這樣 他去美國心做 這些不要說 不是說宣傳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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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正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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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有些 韓文法 其實不是這樣讀的 我亂說的 我看的那些 最主要都是說 他說 究竟 姜2 是什麼人 那就是 有些防彈少年團的 粉絲 一些論壇 我都看得很辛苦 我都翻譯 那些韓文 他認識我 我不認識他的 我全部都是 需要用一些 翻譯的軟件去看 他們說什麼 大致上 他們就說 姜2 是誰 然後有些粉絲就回應 姜2 就在香港是一個 就是 很著名的 樂手 就是 國體翻譯機 那樣說 咦 為什麼現在這麼厲害 為什麼他這個 最心動的 藝人選舉 就是我用回去 翻譯 為什麼會被這個 姜2 Number One 我們的 天正國 我們的天正國 去到哪裡 天正國去到第二位 二位是13% 但是姜2 是60% 就是一個 壓倒性的 壓倒性的優勢 我們姜2 壓倒性 這個防彈少年團的 代表 OK 很厲害 這次 可以堪稱 就是這個 香港男團大戰 韓國男團 就是香港男團的代表 MIRROR的成員 姜2 和這個 韓國的代表 這個防彈少年團的 聽正國 這樣 就是兩個 就在這裡 交際 這個投票 就爭了 但是呢 其實你說是爭辭 但是其實 你現在看的那個 差距都相當之大 基本上 基本上 就是以姜濤 那些聽正國 就是很落後的 第二位 第三 第四位 那些 直接不需要你 那樣 整個過程就很有趣 看回韓國的 那他們就 你知道的 韓國人都幾團結一下 那樣 因爲他們的歷史因素 那他們就 我就留意得到了 那他們 他們有一些 那樣的 群組 就是群組 就 不太入得到 有些WhatsApp 或者是Line 他們喜歡 那他們入不到 那 是在那些論壇 就看到那些 防彈少年團的應援團 還是支持粉絲級 那樣 那進去那些論壇看 那他們就組織一大班的 防彈少年團的粉絲 就不單止一定是田正國 總之是防彈少年團的支持者 就總進去投票 那所以 在我這個 製片的期間 田正國又上升了1% 那他們那些 點擊率 就慢慢加強上去 那慢慢加強上去 那究竟 是不是可以威脅到 姜濤60% 這個No.1地位呢 這樣就不知道了 但是我起碼現在都還有一段距離 但是我剛剛看的那些 在我開片 就是到現在 我講了16分鐘多 上升了1% 就是我不斷在那裏錄 但是就是這樣 所以呢 喂 姜濤都要留意 老實說一句 就是 說這些這樣的投票 好像是 就是叫做 疑犀了一些 但是老實說一句 是不是 人家 韓國粉絲 防彈少年團的粉絲 都 叫做全國總動員 這樣去 就是叫做 去這個叫做 投票 那想著呢 就可以呢 就可以 超越了姜濤 這樣 那我們香港的姜濤 是不是都 就是要 就是要 要盡力量去投票 因為它第一 門檻又低 又不用個人資料 基本上 你有隻手 是不是有個電話 都可以按 每個小時 還有它又不記名的 老實說 這些遊戲 純粹是鬥人海戰術 就是說我講得明確一點 是不是 你夠人多就贏了 但是如果你說人多 別人 防彈少年團 全國的粉絲 去蜂擁投票 而我們姜濤 姜濤 就是靠我們香港的粉絲 當然我們還有海外的姜濤 但是 我在昨晚的一些群組裡面 雖然有些人說 不想再投這些投票 但是更加人 就 興之勃勃 就把這些投票的連結 就分享出去 都過癮 有很多人都說 喂 這樣不行了 那就要投票了 但是他們並不知道 後面那個韓戲 韓戲 就是韓 南韓那個人氣 就是這個何國正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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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粉絲團 準備 組織一次 大量的投票攻勢 然後 就由這個 姜濤的手上 就去拿回這個 全亞洲 最心動藝人的 第一名的位置 所以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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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正哥 經常都讀錯 田正哥 這個藝人 田正哥 那就 來勢匈匈匈了 這樣 所以呢 大家 我特地做這段片 第一 就分析一下 大家姜濤的心態 對於投票 第二 就算你們的心態 投不投票 也好 人家 韓國的防彈少年團 就真的 防彈地 這樣 進軍 來 人家不是一個 地區 人家是一個 國家 人家是一個 南韓的所有的 防彈少年團 的粉絲 一起來投票 我覺得都要留意一下 因為始終 我想人數都挺厲害 所以 我都密切留意 這個 全亞洲最心動的 藝人選舉的走向 看看 究竟 會不會 突然姜濤又被壓低了 還是可以維持優勢 那 拭目以待 這樣 大家記住 踴躍投票 那些連結 我不放了 因為如果大家聽到我這些節目 都有不同的姜濤群組 那就 應該有share出來吧 我想 那些大中小型的姜濤群 公開的全部 全部丟出來 不用 如果假設沒有 你再跟高登仔留言 我再share 給你們 好嗎 這樣 這個姜濤 大家要支持它 好 今集的姜濤中華新聞報導 就是這樣 下節我們繼續 更精彩的姜濤中華新聞報導 好 拜拜